直擊現場,關注民生 歡迎收看廣東民生頻道DV現場 我們國軍,來看頭條新聞 國慶這幾天相信大家都被樓市消息刷屏 廣州一中介門店一天賣出五套二手房 夫妻在廣州看樓不到三小時,落定金 樓市銀十,有望變金十 廣州地產銷售說每日忙到行兩萬步 這些詞條全部上了熱手 廣州樓市究竟有多火爆 第一波成績單出爐了 吳二少和大家說說 這兩天,廣州多區列出第一波成績單 10月1日至2日,黃埔區主要43個在建在壽樓盤 日均營購78.5套 較去年國慶假期日均量增長91% 其中國慶假期首日表現更為亮眼 當日營購量夠去年同期增長124% 而泥灣區國慶假期前三天 再售房地產項目29個 共銷售260套 日均銷售86.7套 到訪2701組 還給9月日均銷售13.7套 增長532% 我是10月1號來過一次 然後今天再來看第二次 就是說對它還是有點心動的 對像如果我們是不買大平成的話 就15%的首富嘛 我們資金周轉方面也會有點優勢的 今天上午11點鐘 記者來到泥灣區多樓盤銷售中心酒房 幾乎每一張接待桌上都坐滿了看房客 街坊工女士跟記者說 她並非廣州戶籍 此前受到購房政策限制 一直定居在佛山 國慶前聽說限購政策解除 這兩天她立即出來看樓了 因為我們去年又生了一個寶寶 所以說今年要改善要大一點的戶型 因為看見政策放開了 然後以前在佛山 然後想讓小孩享受廣州教育 所以說想看一下廣州的網紅樓盤 巴地灣某樓盤銷售經理說 這個國慶假期整體來訪量是以往的三倍 每天約有200人到場看樓 雖然假期只是過了三天 但成交量已經超過100套 現場五六十名置業顧問都忙到開行 我們是臨時抽掉了我們的物業同事 我們的橫向包括產品同事設計同事 一起去幫我們接待客戶 像昨天有些銷售人員跟我們晚上說的時候 微信部數已經超過了三萬部 從早上九點一直加班到晚上凌晨一兩點 所以當時精彈的準備都不夠 昨天我們又跟活動公司合作方 去要求多一點精彈給客戶 而位於翠原道的某望江樓盤 10月1號起來訪量上漲了百分之四五十 約有兩三成客戶現場看到之後 當場決定落定金 我們是有大概六十個停車位 但是這個停車位基本上 早上十點十一點就全部停滿了 然後客戶到外面都排隊一直排到外面 可能要排個一兩個小時才能進來 這幾天基本上都沒有晚於 十點鐘下班的晚上 就是到了晚上八九點都還會有客戶到訪 每一天持續的狀態 就可能只能吃一頓早餐 都挺累的 但是累並快樂著 除了官方發佈的成績單 頭部銷售平台杯殼也列出了自家數據 國慶前三天 近境蓋平台認酬的套數已經超過1600套 日均550套 是去年同期的約2.5倍 可謂迎來了開門紅 國慶的頭三天廣州市各大樓盤到訪的客戶量大概增長了 比8月份的平均水平大概增長了200到300左右 成交量國慶首天的成交率出現了比較爆發性的增長 很多樓盤的成交量是8月份平均水平大概是3倍到5倍之間的水平 業內人士表示十一黃金周是樓市的傳統的節點和旺貴 今年的樓市表現受一系列政策和股市刺激影響 以取得比前兩年更好的成績 那我覺得後市取決於幾個因素 首先第一個因素還是經濟的問題 另外一方面就是政策能不能持續出 這個也是一個關鍵 各部委的話除了央行之外 其實像財政、住建、發改和房地產可能相關的一些相關部門 會不會有政策支持 這個也是一個關鍵 哇 看到我都心慾慾 今年的銀十在政策寬鬆 開發將促銷以及購房者信心恢復 多種因素共同推動之下 可以看得出市場明顯是回暖 假期剛剛過半 很多樓盤都拿到了比以往更亮眼的成績 有購房需求的街坊 也可以趁這個好機會多出去逛逛逛逛逛 廣州火爆的還有文蕾 過慶期間多個熱門景點開啟人從中模式 假期第一日 廣州地鐵三號線廣州塔站接待乘客達16.23萬人次 為了應對較大客流 部分地鐵站也實施了客流管控 具體有哪些站呢 怎樣擾行會更辨知呢 記者趙醫去看看 那你偏要去廣州是什麼意思啊 廣州到底有誰在啊 今天呢是10月4號國慶假期的第四天 那麼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廣州塔地鐵站內 現在大概是上午時間11點鐘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哈 我現在身後的客流量整體來說並不算多 那麼我剛從工作人員處了解到呢 如果說某個時段客流過多的話 我們的三號線部分列車將採取不停站 也就是飛站措施 除此之外呢 APM線廣州塔方向的終點列車呢 也將視客流情況改為海星沙站 那麼屆時APM線海星沙站只出不進 有出行計劃的街坊需要提前規劃好出行路線 就是他如果說他還要在這個站的停的話 就是可能會造成一些公共安全之類的 公共秩序有可能會擾亂 所以這個作法我覺得還是就是表示理解 因為畢竟人流多到是可能會發生一些安全隱患之類的 到下一站其實也不算遠 此外10月3號至10月7號期間 每天16點52分至運營結束 海珠有鬼1號線廣州塔站 和廣州塔東站暫停對外營業 16點27分起 海珠有鬼1號線萬星位 開往廣州塔方向的列車終點站 調整為聶德大橋南站 為此不少遊客早一早排起場隊 去到終點站體驗一下就行了 昨天晚上夜遊竹江挺好的 你會覺得說人很多 還是行了 提前有這個準備了 做過了 如果地鐵列車不停靠廣州塔站 又想去廣州塔的市民遊客 可以從附近的3號8號線 客村站前往廣州塔景區 或者從客村站AB口出發 步行約20分鐘 最後到達廣州塔景點 他兩個站之間其實隔得不太遠 到下一個站人比較少的話 他可以選擇騎自行車或者步行等 其他的方式倒也是 就是不會花太多的時間 假期黑樓兩大出現緊急情況 應該怎樣應對呢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陳家祠地鐵站內 那麼陳家祠作為廣州的 一個比較出名的景點之一 相信大家通過我身後的這個客流量 也知道這個景點有多火 那麼為了應對十一期間 較大的這個客流量 我們地鐵站內也是配備了 非常多工作人員來指首 除此之外呢 我身旁也有這個AED 急救措施來確保 我們遊客的一個出行安全 近日在陳家祠地鐵站入閘處 就有名伯伯突然跪了在這裡 幸好地鐵工作人員 和一位熱心街坊及時幫忙 地鐵車站車廂內均設有求助按鈕 如有不適可按求助按鈕 或聯繫車站工作人員 嘉祺地鐵站人流量激增 大家一定要做好規劃 安全出行 特別要照顧好身邊的老人家 和小孩子 萬一有特殊情況 及時求助工作人員 而今天的國慶特別策劃 City翠灣區尋寶記 記者小優要帶大家去月秀公園的 明代古城門樓 以及廣州人民藝術中心 這兩個景點都是 九月中旬左右正式開放 如今就迎來了首個假期考驗 黑流量是怎樣呢 會有些什麼新的看點 一起跟著小優過去逛逛 在小北路 廣州名代古城牆 是廣州現存最完整最長的古城牆 近日位於月秀公園東門門江的城門樓 經過重整已經正式對外開放 城門樓一樓有特色茶飲店 二樓是主題沙龍館 設有窗戶 街坊可以一邊探查 一邊聽著古增 望著窗外的風景 回當凌絕頂 日南仲山小 現在在月秀公園東門門江的城門樓 都可以實現了 城門樓樓高三層 站在上面可以環顧四周 看到東壽湖 月秀沙 花果山電視塔 以及旁邊的小北雙圈 很深礦神怡 上來的話很空曠很舒服 看上去的景色 會覺得很好看 我在這裡也住了這麼久 第一次會感覺到 原來這邊可以有這樣的氣勢 眼前的景色特別清晰 而看的景色特別遠 景色看上去是原色比較明亮 更加樹木大部分都比較翠綠 就是色彩更加豐富 被人在這裡拍照 坐著拍照 然後看看風景 聊聊天 市民遊客不僅可以俯瞰廣州美景 還可以體驗非為文化 今天上午正好有非為七線製作活動 吸引了不少街風圍觀 你看看這位小朋友做得多認真 很好看 有時間的話就搖一下 因為這是搖天扇 我覺得能一夜能報復 我們的記者也想嘗試一下報復 二、三十秒以內就完全OK了 不然的話上面會軟 它吸水太多 來 可以 試一下 準備下水 這樣 不要太快 可以慢 慢來 感覺我剛剛已經做錯了 因為年輕 不像我們這些 不會有錯 慢慢來 如果你太快便會有些紋 你覺得這個漂亮不漂亮 好看 負責人介紹古城門楼的修明性項目 主要打造一個廣府文化的傳播窗戶 將會在節假日及週末 常態化地為市民遊客展示廣府文化 比如說像我們傳統的書畫 有很多老師在這裡畫一畫國畫 很多小朋友可以跟著老師學習傳統的國畫 另外比如說像粵語的詩詞 古針 包括還有一些飛移的漆扇 螺電的製作 包括還有一些傳統的插花 宋代點茶 還有一些功夫茶的一些展示和表演 而在廣州人民藝術中心 大門外五星紅旗迎風飄揚 節日氣氛順間賴門 我們這個國慶節 廣州人民藝術中心 一共開放了九個場館 我們大概整個的 這個展覽活動也有十個左右 這次活動都受到市民的熱烈歡迎 在JC仲愛動物藝術館 不少家長帶著小朋友前來觀展 有些展位還需要排隊拍照 帶朋友來懷念一下自己的童年回憶 而小朋友就是陪帶朋友來的 因為這些都是我的童年回憶 但是他其實很多都不認識 老夫子 然後還有那個 多拉一夢都是 廣州本地小朋友 看TVB那個時候 都是有這種 就是還有很多可以互動拍照的地方 我跟多拉一夢拍照 多拉一夢 我想他拍照也會一直在排隊 來自東莞的溫先生說自己 不記得提前預約 剛好是前一晚批漏了幾個名額 就帶著家人來這裡參觀 反正他應該有人退票 反正預約到今早就過來 其實我們經常來廣州玩 因為月秀、海豬、各方面 包括海鮮山都去過 值得注意的是 由於遊客過多 廣州人民藝術中心 從10月1日起 實施全員分時段 十名制預約參觀 據我們前三天的統計 也是每天競館的人數 也是達到了將近5000人 往往3000個名額 實際上是難以滿足觀眾的需要 所以我們把這個最高的限額 去到了5000 如果這個觀眾沒有預約到 我們來到現場以後 我們會根據我們現場的情況 會告訴我們的人員 盡可能地滿足大家儘管參觀的需要 這兩個景點的人流量看起來 比其他超火爆的網紅景點稍微少一些 起碼拍照打卡的時候 不是說只可以看到人從中 但還是要提醒大家 最好都是避開這個高峰時段 尤其是需要預約的景點 要記得提前預約 在東莞那邊看看 這幾天東莞最火爆的 就要數草莓音樂節了 突然間暴增的人流量和車流量 怎樣有罪疏度呢 周邊配套節支和便民服務 有沒有到位 曾燒去現場看過 10月4日和10月5日草莓音樂節 於東莞府門公園舉辦 大批惡迷今天早上搭高鐵 趕來參加這一節的聚會 我們是從廣州來的 其實我們也是第一次參加音樂節 從珠海 珠海那邊過來的 好像上次的東莞的草莓 好像是10年還是16年的樣子吧 好像是上次 為了方便從外地來的樂迷 快速地去到活動現場 府門專門在高鐵站 設置了這樣一條接駁的專線 這樣的接駁公交 每隔兩至三分鐘就會運行一趟 人滿了就會走 避免樂迷會錯過演出 很多樂迷都表示這樣 交通服務是很少見的 他們都表示了讚賞 這樣的一個服務 就可以折散他們自己導航 自己打車的麻煩 挺滿意的 非常滿意 因為從高鐵站一出來 就有志願者在那指引 然後我們也看到了 有那個開通了專線的公交車 在我們到這邊 我覺得這樣的話還挺方便的 在街上也能看到嗎 對 我覺得就也能看到 就是音樂節就重視吧 比較重視觀眾的這種體驗感 而且來的也都是年輕人 我覺得應該會 對這種會挺喜歡的 同時我們還有60台的營隔車 是由這個虎門山中 和這個舊路路口 隨時應急接駁我們的樂迷 回到那些站 和這個畢業廳的商圈 希望來到虎門的樂迷 可以玩得開心 放心地參加這個音樂節的活動 有部分的惡迷計劃在音樂節結束之後 繼續留在東莞玩 工作人員提前為遊客們 準備了旅遊線路和美食攻略 這份資料就藏在二維碼當中 我們現在高鐵站都有那個攻略啊 那個很很很詳細的那一張 那張紙 那張清單 對 就很很實用嘛這個 是工作人員給到你們的 對 對 對 這個實皮帶非常好用 可以裝很多東西 這個袋子也是他們給的 對 我拿了這個扇子 然後這個扇子上面有二維碼 它就介紹得很詳細 就都管哪裡有玩的和活動什麼的 準備完個兩三天吧 因為國賓假期也快結束了 東莞街坊對於這次的活動 同樣讚賞有加 它表示其他鎮界也都應該趁此機會 宣傳本土文化和美食 吸引遊客前來右攬 比如說絲頭 我們是要整個竹邊的 竹邊絲頭或者是那些獅子的文化IP 潮流文創文創產品 還有特別是他們當地的美食 美食文化也不錯 需要這些才能機會年輕人過來 清晰的指引 一站到位的接迫公交志願者熱情的 幫助貼心的旅遊攻略 每一份的努力都擊中消費者的心 旅遊業就應該這樣 主人家多出一分力 賓客就會感受更舒適 他們就會更加願意留下 這次東莞府門給出了高分答卷 國慶期間南沙天后宮 也吸引了很多遊客打卡 不僅可以拜媽祖 還可以去沙灘玩 不過這幾天有街坊就發現 客竟然有人跨過沙灘的境界範圍 冒險進入水裡 玩沙車 有沒有必要這麼拼命 馮詩月去看看 國慶期間 不少遊客都沒有命 前來廣州南沙天后宮拜媽祖 身體健康 家庭幸福 很好啊 今天天氣又很好 又有風又挺涼快的 沙灘那邊特別多人 好多帶孩子來玩沙灘 媽祖前面有一片沙灘 這裡已經變成了小朋友的天堂 不過有街坊就說 10月2號下午2點鐘左右 他來到沙灘的時候發現 江水離圍蘭有5、6米距離 期間竟然有小朋友圍著裝水 冒險翻過圍蘭 他們當時的海灘有很多人打水 你知道小朋友喜歡玩水 在那裡打水 然後又回來 基本上是沒有帶人的 因為有些已經可能十二、三歲了 小朋友 此外他還發現 在圍蘭外還有很多漂浮的垃圾 攔住了 垃圾就一大盞在外面 其實都很影響 今天記者來到沙灘 遊客數量相較於10月2號 幾乎少了一半 由於漿潮 江水就在圍蘭旁邊 水面上仍算乾淨 並沒有出現太多的垃圾 記者現在就來到南沙天柳宮沙灘 這邊 其實這邊一直都是禁止下水 所以整個範圍是用這些圍網圍著沙 其實現在可以看到很多家長 是帶著小朋友來到這邊堆沙 不過我們剛才也發現有個別的遊客 冒險跨過這個圍網去打水 其實為了避免這種情況頻繁發生 保安也一直在這邊巡視 記者在沙灘觀察發現 多數家長全程陪著小朋友玩沙 期間大家都比較自覺 你看看這邊的小朋友都是偏小多些 其實家長不是那麼容易看到小朋友 特別有些小朋友很跳皮 好像我這個也不算跳皮 我剛才到處張望 看看他去了哪裡 這樣我就覺得很安全 他爸爸又可以在那裡偷懶 我可以在那裡 我自己也很喜歡玩沙 至於這片沙灘 為何要設置圍蘭 景區工作人員就解釋 天候供沙灘為人造沙灘 暫時不具備供遊客下水遊玩的條件 珠江這裡始終都是有點暗流的 所以小朋友很容易被暗流捲走 所以我們是設了兩層網 一個是防沙網 一個是防垃圾的 林經理還表示 10月2日當日 景區最高客樓達到4.6萬人次 為應對假期高峰 他們除了與交警部門聯動 確保車輪通行順暢 還增派保潔人員 保障景區環境衛生 在節假日期間都有24個保潔人員 包括重點的就是沙灘和媽祖像 媽祖廣場這個範圍 同時我們也呼籲遊客朋友 即是文明旅遊 既然他接了圍蘭 肯定有他道理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出遊期間除了考慮很不好玩之外 當然要顧及安全問題 景區有保安巡邏監管 但說到怎樣最安全 還是要靠自覺 大家外出的時候言行舉止 文明一點 失禮人就不好了 同樣需要提醒遊客的 還有六片山 這裡是禁止落水野泳的 但一到節假日就變成網紅打卡點 游泳、跳水、潛水的人落液不絕 為何圈勁都不聽呢 旺曉黎去看看 通往水域的樓梯上坐著多位遊客 水面上更加有很多人在窗泳 這就是10月2號中午 廣州八雲區六片山景區內的景象 有人就是下去在下面游泳 而且人數也不少 游到中間兩、三個人、三、四個人吧 基本都是大人 然後岸邊的話就家長帶著小孩子游很多 國慶假期第四天 記者也都來到六片山景區走訪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六片山景區 那麼假期我們看到這裡的這個市民遊客 明顯是比平時人數要多一些了 那麼我們在現場觀察這段時間發現 我身後的這片水域不僅有人野湧 還有人潛水 甚至在岸邊還有一些帶著游泳裝備的人 應該是剛剛游上岸 那麼雖然我們在現場看到 在這片水域的邊上全部都安裝了這種圍欄和警示牌 還有這個刀片鐵絲 但是我們看到有兩個區域的圍欄已經遭到了拆卸 那麼留下的這個空隙剛好可供大家通往下面的水域 一位剛剛結束野湧的遊客說 他經常來這裡每次都會帶足裝備 加上自己徵站的遊泳技術 不擔心會發生意外 弄了幾個洞 這個是你們來的時候 不清楚啊 那些都是我們來到已經有了 這裡水好嘛 從小就有 就帶著那個救生村來 這就是跳舞村來的 全部做出措施的 這些是三層的 他漏了一層還有兩個 其他有一圈大概是800米左右 不是經常有的那些沒有什麼措施的那些就很危險 現場有爬山的遊客表示 上不過來就看到有人在這裡野湧了 剛才我們早上來的時候有很多人 現在人少了一點很危險 我覺得我叫我的話我是不建議來的 我們也不會下去 你不瞭解這裡的水到底有多深嘛 下去就很危險 對自己的人身安全也沒保障嘛 記者看到隨著警區的不斷開發和升級 針對水域部分 現在有專門的皮滑艇造任項目 正常情況下 只有付費體驗皮滑艇項目的遊客 才能夠從指定通道靠近水域 野榮愛好者 只能夠在另一側 通過破壞圍欄打造落水通道 對此工作人員也十分無奈 圍欄都做好了 然後野湧的這幫人就是 攔都攔不住 然後把圍欄全部拆了 然後從那裡爬下去游泳 沒有什麼辦法 你就算現在補山 明天早上過來 又變成這樣 有的時候攔都攔不住 但你們現在這邊有這種項目的話 野湧的話 會不會有這種衝突或者影響 肯定會有影響 記者也聯繫到六片山管理方相關負責人黃先生 對方表示為禁止遊客野榮已經做了很多措施 水邊圍欄屢造破壞 目前準備報警處理 又拆掉了 對 現在現場有兩個大洞 人就是可以 那我要報警 那我馬上報警 誰又把他破壞掉了 我們現場有監控的 看是誰要抓人 每次我一搞完 我第二天一般都會晚上有人巡查 都會把他捕上的 每天都來捕 我們監控也有 然後這個防護桌子也抓了 請示牌也有 提示牌也有 我們現場應該在喇叭也在喊 管不動他不聽你的 我馬上給現場打電話叫他過去一步 平安廣州少教官表示 野外水域未知隱患多 容易引發意外 如果發現他人出現溺水現象 似乎盲目似舊 深的這些水庫水是會分層 溫度是分層的 下面那些低溫的水流侵擾上來 導致腳非常容易抽筋 因為溫差大 盡量不要去進行人對人的施救 他的力量很大 會把那個施救者都拉到水 盡量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 向他拋一些漂浮物 可以的話 用一條長一點點的繩 拖著他向岸邊 整斷個圍欄都要落水可見管理方有多無奈 不出事 個個都覺得自己游泳技術和反應能力一等一 出了意外後悔都遲 昨天在清遠連州就有一個小朋友在河邊玩 被水流衝到三四百米開外 幸好有熱心人和高科技助力救援 一起來看看 視頻當中這一幕發射 昨天下午五點多鐘 庭院士連江馬面灘河段 一名孩童在玩的時候軟躍 有黑棠先生回憶 意外發生之後 馬上有人落水施救 感覺到有很多小朋友在那裡玩 大部分都是在淺灘地方 去訂石頭之類的 其中一個小朋友就落水去玩 我看到是有近來十幾二十分鐘 然後突然水就漲起來了 那小朋友就沖走了 沖到河中間比較新的地方 然後我看到就是三個大人 就立刻衝過去游過去去救他 由於連江水流寸急 又向拿水鞋童的三名男子 未能成功守舊 那些水因為太刺激 那三個大人就算接觸了他 都拉不到他回來 那小朋友就一直向下游去衝 大概有三、四百米左右 那小朋友本身是會游水的 然後他自己就在水裡會去踩水花 保持自己可以去呼吸 但是他也沒有力氣去游去對岸 或者其他地方 看著越力鞋童被越衝越遠 唐先生一刻都不敢鬆懈 持續操控無人機 獲取小朋友的實時定位 另外三名男子則配合前往救援 而過三個人就撐船過去 他就按照我給的訊息 去了那個地方去找 那小朋友拿著一個石頭 在這裡固定自己等人來救 然後最終找到小朋友 就讓他上了船 整個過程是很恐怖的 我自己可以… 沒人記得我手都抖 經過將近半小時時間 溺水鞋童被成功救起 唐先生回憶 事發地附近為水電站河端 偶爾會放水漲潮 但馬面攤岸邊 常有較多遊客聚集又玩 有一定的安全隱患 真是相當驚險 為這班合力救人的無名英雄點贊 同時還要提醒各位街坊 去到沒有安全員巡邏 直手的戶外景點 一定要多留個心眼 避免意外發生 黃金洲期間 各地車站人來人往街坊 幾乎人手一個行李箱 在旅客大軍當中 偶爾有豆釘 直接坐在行李箱上 家長扯著行李箱走 可謂是解放雙手 一舉兩得 但是這樣做 其實暗床危機 李曉欣跟大家說說 監控畫面當中 一名粉飾上衣的女童 坐在行李箱上睡著了 怎知突然跌倒 當場陷入氛圍 家長就在身邊 事發在9月29號南京南站 所行駐站醫生 和熱心遊客健座 馬上對她進行心肺復甦 經搶救女童在轉運 至救護車時恢復意識 目前已經脫離生命危險 類似的事在廣西南陵的車站都發生過 只見一有童被父親 放在行李箱上推著行 突然之間連人帶傷跌倒 導致小朋友下巴流血 國慶假期期間 各車站人流量增加 不少人都選擇親子總動員 賞事份在廣州火車站進站後 有人既要看著大包細包 又要顧及身邊的小朋友 有女黑話非常理解家長的做法 以及騎錯行李箱 仲享絲滑的快樂 也有家長坦然 小朋友坐行李箱的時候 起碼不會亂跑 家長既可以解放雙手 又可以節省注意力 在記憶即提醒下 兩位奶爸分別意識到這樣做 似乎成為了反面膠材 並表示以後會盡量避免 現在廣州東站外面的巴馬線上 由街坊上演出高難度動作 只見行李箱上 樹方主角黑色雙肩包 小朋友騎在雙肩包上 男子正推著行李箱過馬路 醫生提醒一般的行李箱 既沒有乘坐功能 也沒有保護措施 加上小朋友天性浩動 就算原地坐在行李箱上 也有一定的風險 此外科部受傷 一般會形成巴痕 而巴痕會隨著生長化育 逐漸變大 甚至影響顏值 一旦小孩摔傷出現肢體的腫脹 疼痛 然後畸形 甚至活動受限 不能活動 那這個時候 我們一定要高度懷疑 它有一個肢體骨折 我們要用這種硬的紙殼 或者是塑料板 將肢體給它包裹起來 防止它隨意活動 然後導致進一步的損傷 及時就醫 各位家長下 剛剛醫生說的內容 記得要入腦 要入心 不要再貪方便 把小孩放在行李上撩 當然 大朋友也不要貪玩 過百斤的人跌下來 可大可小 又順德街坊報料 10月3日凌晨 在仙董4街電力宿舍 有幾部車著火 居民想撲救 但是束手無策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起看記者李思惟的報道 雙方有兩次火花 第二次開始就燃營了 大爺的母兔車邊燃營發營 事發於佛山市順德區 煽動四階電力宿舍四座 和七座之間的位置 當時在3號凌晨4點多鐘 這七座二樓的程先生夫婦 發現摩托車著火之後 立即大叫通知其他鄰居 起初一看中間怎麼做好 一打開那個窗簾 就火光很大 後來一下兩輛車的門也就燃走了 我就嘗試開我的車走 打開車門的時候 已經燃燒到一邊 那裡有很多濃煙滾滾 我就放棄了 火勢逐漸蔓延到旁邊的小車 對民擔心再這樣下去的話 會連屋都燒了 於是到處找水救火 我沒有水 你沒有水 我沒有水 這個消防水是救你很慘 我沒有水 消防水都是封鎖的 結束了 你們的開關 那個板手 有消防管 沒有管理你們的工作急 每個都得看 行券 私盯 私盯又沒有水 不知道在哪裡 人來 補校補校 十幾分鐘之後消防隊趕到 終於將火夠熄 幸好沒有人員傷亡 兩部摩托車 和三部私家車被燒到剩下鐵框 而樓房外場也被分殼 過後一會兒就被剩下鐵框 我的身體的火力很厲害 玻璃就爛了 冷氣就燒了 壞了 那這樣就發生火花了 應該呢 有業主發現 他經常都拆過摩托車 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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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不知道怎麼弄 電力宿舍建於90年代 屬於老舊小區 各種設施路化缺失 而且因為沒有物業 小區內的車都是亂停的 經過這次火燭 居民非常擔心 這些電線你可以看 電線都是很危險的 電線 排污排水 消防 加上你看這些汽車 都是亂停亂放的 希望整班的菜市 有水那麼小 你現在放棄物 吵吧 放棄 這麼多車都放棄物 放棄 記者見到小區公事攔貼了 關於老舊小區改造的方案 其中提到首層新增消防警令 但就沒有消防山的相關改造內容 居民說這份公事是三月份貼的 但到現在都沒有實施 你每棟樓都沒有消防山 你發生火災 那怎麼搞 大家都看著它燒 這個是很嚴重的安全問題 但是你作為那個管理者 管理區都應該要高度重視 對於這件事 大量街道辦回覆 目前大量城堅辦 雄江居委會正研究相關改造事宜 老舊小區改造 既然已經徵求居民意見 就要盡快實施 特別是這次火災暴露出來的問題 消防山太少 開關和水管都沒有 要盡快改善 不是大家都住得不放心 同樣有安全隱患的 還有接下來這條 韶關街坊李先生跟我們反映 在精光區五彎公路 靠近碧桂玄鳳凰城一側的圍場 出現傾斜和開裂 遲遲未見收復 擔心有安全隱患 據那些情況 阿榮跟你說 接到李先生的反映 記者來到攝氏的 韶關精光區五彎公路 發現靠近碧桂玄鳳凰城一側的圍場 其中一段長數十米高兩米的圍場 出現傾斜和開裂 現在還拉起了境界線進行違背 街坊表示 平時有不少人在這邊人行到山步 並且這段圍場附近設有 良村村委公交站 大家經常都要在這邊上下車 記者在現場走訪也發現 路邊沿線的圍場 還有不少地方出現了開裂 而頂部的裝飾瓦也有部分脫落 殘留的磚頭不時也會跌下來 可謂是存在不少安全隱患 上次刮颱風 它就跌下來 這些磚也跌下來 這個 本身它是這樣 拼下來 本身它是這樣 我把它捧上去 境界線它就拿走了 這裡有拉到境界線嗎 是有拉的 我把它頂上去後 它就拿走境界線了 街坊擔心遲遲都不修復圍場 傾斜和開裂的情況會變得更加嚴重 隨後 記者來到捉開路段所屬的 碧桂園東區社區居委會了解情況 大月份的時候也下了暴雨 又有一點裂 傾斜了 它也不是一下子的 發現安全隱患之後 居委會工作人員組織到場 拉了境界線 並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 一座方案馬上就調動至今 他們馬上就會看看是修補還是怎麼樣 因為它那裡24個小時是有保安巡邏的 是 我們就叫它多點巡邏 記者也了解到 涉事圍牆是韶關正江區土地和房屋 徵收事務中心修建的 工作人員回覆 目前單位已經開展設計及預算工作 將盡快進行修善 爭取盡早解決隱患 途徑的街坊要注意安全 盡量避開圍牆附近路段行走 違背只是一時措施 還希望有關部門盡快修善解決隱患 這兩天的廣州雖說晴空萬里 但是陣風不少 就在昨天 越秀區起二路 一棵綠化大樹突然倒伏 有人不幸被突中 好地地的樹為何會倒? 記者偉東梅去現場了解過 事發昨天上10時半左右 廣州市越秀區起二路上 隨後120急救車和園林部門相繼趕到現場 綠化公司 綠化公司就過來了 然後把樹 去死掉 當時起風很大嗎? 沒起多大風 攝攝的這棵大樹 就位於喜二路 我現在身處的日行道隔離的這棵綠化樹 現在可以看到這棵綠化樹 上方的樹罐位置 都已經完全被斬了 剩下的樹缸 我們現在目測有5、6米高的樹缸 也是相當粗壯的 而他們解當時這棵綠化樹 就是往著遊行道一側的綠化帶的位置 是傾倒下來的 而綠化帶原先我身後這些 圍著的綠植在前方這些 都是因此而被斬了 而我們看進去裡面的話 可以看到裡面的綠化樹 亦都因為大樹的倒嵙 導致上方有一個明顯的施邪斷裂的痕跡 我們通過另外一側的位置 也都可以看到這個橫切面 攝氏這棵樹的橫切面 有一個疑似比蟲鑄的痕跡 所以有街坊猜測 這棵樹在倒嵙之前 已經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了 那個樹老化了裡面都是空先的 你看現在鑄了一截 裡面都是空的 看表面功夫就很好 裡面我也不知道肯定是空的 我估計 有沒有後面排查其他的樹有沒有問題 為此記者致電廣州市市政員林局 工作人員表示 區陸法部門正在跟進處理 如果在屬於他們區的他們來排查 陸法樹庇護住我們這座城市 但是如果沒有定期體檢 就會變成安全隱患 希望原林陸法部門 在處置突發事件的同時 也能夠及時排查其他有風險的樹木 做到味與籌謀 繼續是我們的特別策劃 向身而行致敬善光的你 在我們的生活中 電力就好像空氣一般 無處不在 但是也經常被我們忽視 想像一下如果突然間 電力供應中斷我們的生活 將會怎樣 如今在廣州停電靈感知的創新技術 正在改變我們的用電生活 看看 從居家生活到萬家燈火 從車間工廠到創新創業 電力貫穿著我們生活的每個角落 維繫著現代社會的呼吸與脈搏 我們有很多正在運行的業務線 和一些數據 如果系統電力忽然中斷 肯定會對這些數據造成損失 然後一些正在運轉的設備 可能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所以說一個穩定的電力供應和保障 對我們的生產工作 還是非常重要的 無論是居民還是企業 在鄉村還是城市 我們可以用最少的時間 最低的成本 享受便利穩定的電力 這個背後 離不開萬千電網人的日夜堅守 和企業的創新研發 以前中壓線路發生故障時 需要調動大量的人力和物理開展現場 巡視和搶修工作 停電時間往往持續一天以上 對於企業和居民用戶造成了較大的影響 而現在我們基於配電自動化故障區域 看別的結果 可以自動調取故障區域的視頻監控 並開展無人機精細化巡視 將巡視畫面實時回傳至生產指揮中心 實現了故障快速精確定位 輔助集修人員 立刻奔往現場開展搶修工作 自動發巡檢 遇到線路故障時可以高效治癒 電網人員在日常檢修工作當中 究竟是怎樣做到停電靈感之的呢? 又是如何最低程度減少對用戶的影響呢? 停電靈感就是當電網設備出現缺陷時 或者需要改造升級的時候 我們會進行一些電力檢修 這個時候一般來說 按照以前來說會進行停電 然後我們現在的做法是 首先先考慮客觀轉電 也就是將用戶的負荷無限轉接到 另一條空間線路上去 其次我們考慮 採用待電作業的方式開展設備減修 使居民和企業不停電 最後我們可以採用應急發電車 無感接入和退出的方式 來保障居民和企業始終有電 用戶始終有電 聽落很簡單 但真正要實現並不容易 強大的技術支持是關鍵 我們需要搭建具有強大算力的運平台 引入許多先進算法和分布式變形的計算技術 還需要合理的設計軟件 使治癒系統的計算流程不斷縮減 同時我們的運位人員需要定期到現場 開展設備巡視和維護工作 使設備長期穩定運行在最佳狀態 在智能運圍體系下 通過智能顛防、智能台區、智慧管廊 單兵塵檢裝置和無人機等智能裝備 人力得到解放 陪網運圍效率也大幅提升 目前爬州總部商務區的治癒復序率達到100% 復電效率傳統模式提升約30倍以上 數據顯示 過去一年廣州供電局使用停電靈感之技術 達到了4萬多次 減少全使用戶平均停電時間超過10小時 在爬州商務示範區 建成實現了7個百分之百幅規律 用電力加算力守護萬家燈火 數字化和智能化是發展新型電力系統 構建新型能源提起的要求 我們在生產運行中不斷探索 基因推進了多種新技術 努力提升供電服務區水平 提高區域公電可靠性 向身而行是企業的方向 亦都是廣州這座城市的姿態 更好更穩的用電服務 就是提升廣大街坊幸福感的重要力量 十一營國慶裝修提前定下 國慶期間由廣東民生頻道舉辦 靠譜家廠換身行動 有媒體監督的裝修 你還擔心什麼呢? 這次活動有百家一線品牌建材廠商 齊齊參與送出百萬裝修補貼 國慶期間定裝修百分百眾毫禮 六十五遷大電視、數地機器人、品牌旅行商、三地自行車、品牌床電等 成功簽約送送大牌空調、冰箱、燕機、造具、熱水器、豪華入戶門 十一件成品家事 活動現場有美食、有獎品、有好處 有你最心儀的裝修 活動真實有效 這個國慶一於就報名來廣州看看 點擊廣東民生DV現場底部賽丹活動報名的靠譜家廠 或者撥打諮詢熱線020-6262-8888 6262-8888 從簽約到售後 一暫式幫你解決所有裝修煩惱 質量不達標、打爛重裝 不用多一分冤枉錢 節目最後聽回首歌 是陳粒的《溺溺萬向》 祝大家假期第四天玩得開心 好,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廣東民生頻道DV現場 打開微信手一手DV現場 進入官方頁面 可獲取更多信息 我們明天再見 幫助感冒的白雲山小柴湖提醒你 接下來請收看《天氣預報》 白雲山小柴湖告訴你 天氣這麼棒,心情好多 《天氣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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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江相征 廣東的相征 世界的迷香